Squice你是很难call的动我的 当然当你真正拿到AKK这种强牌的时候 你也可以选择考虑快速跟注在前置位 给对手一种错觉 好像你是没有经过任何思考 就随意地进行了跟注 这在线下锦标赛里面是一个比较细节的部分 对因为有很多选手他们都是打线上 所以对这些细节方面他们也观察的不多 可以看到我们的Chimp Libre由于他的马量非常深 所以他连续地用卡顺来跟注 一旦被他卡到 他的牌力是非常隐蔽的 我们这里应该不会选择空持 他选择继续Value Bet 下了一个三分之一底之出头 那么Ghost这里应该是不会再call第二枪了 那这个比赛已经进行到决赛桌 然后呢我们这个比赛一共是65手买路 现在还剩五位玩家 然后每个玩家都已经进 那可以拿奖金了 那最少好像就是100万港币 对至少是125万了现在 对然后第一名是可以获得450万港币 可以看到这里只剩下伯诺 他如果选择跟注的话 那这里庄位也是应该也是乐于过牌 利用一手翻后非常好进行游戏的八九杂色 跟AK进行一段有位置的对抗 可以看到目前在翻前 AK对八九杂色也只有56对40 四的胜率 那这个翻牌FLOP发出A圈十 非常对BONOMO的手牌有利 那我们看见98在这边几乎是drawing dead 对希望不要出现一张勾 这里一个CBET直接收拾 一个DUMBET 在长牌中优秀的前置位玩家会有很少的DUMBET的范围 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位置的理解非常的深刻 几乎不在前置位去过分游戏自己的手拍 记得我看的第一本关于德州扑克的书 上就写着 不要在前置位过分的游戏大的底池 在前置位多玩小底池 在后置位多玩大底池 这才是扑克的精髓 可以看到这里加力位置拿到了一手NUTS 直接加住 加住 这手牌 这手牌是弃不掉了 我们的CBET今天辛苦耕耘 等了一整天 他会在这里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 说了一下OIN 那DIDAKO 就是Lebeder非常喜欢听到的 这是一首被主导的牌 而且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马量 对这边我为向希望看见有可以买花的面或者买顺 然后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今天的天选之子 三张黑桃非常可惜 那我们看见围巷手上并没有任何黑桃 那Lebeder手上倒有张Ace的黑桃 这样的话只剩两张K的奥子 那转牌没有对任何有任何帮助 目前来看应该是很难反超了 我们的CBET今天耕耘了一整天 但是一手cooler葬送了一半 那合牌 Lebeder拿下同胞 葬送了一小半的手码 一下一个非常大的底次 也筹码翻倍 把他今天的 把他今天的积攒 全部拱手送给了对手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 可以看到这手牌在翻前面对一个 前置位的开持 是不可能放弃的 这也是我们说的晕家牌 躲不过的 很多时候运气就是这样子 但这就是扑克的魅力所在 所有人都需要正式波动 去享受波动 3805 這一手牌就交換了 這手牌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我们的马来西亚选手损失了一个如此巨大的POT 但他依然神情坚毅 仿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常年征战征战高额锦标赛的玩家就该有这样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非常聪明地弃掉了A钩 但是庄卫在Benefit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拿到了A圈同色是不会弃给他了 这两家手牌都一样 但是Benefit在这边有买花的机会 对手也有买花 买两门花 这可能性就小一点 但是对 可以买两种不同的话 三张黑色 那基本上是 没有任何悬念 我们可以看到短牌 每位玩家对于翻前的范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很深刻的理解 都抓得非常的精准 打得非常谨慎 但一旦是选择激进动作 那么他们就会勇往直前 要不然就是小球派跟你一起看flop 如果翻前加住就要跟你打完 那边翻前在这边 但是他就会要跟他在这里 不然是谁 因为这里目前是71万的筹码的话是只有14个前注 加上大家放的前注 这里八九完全是一手可以抛的牌 那来吧对大家边看一下Benefield的筹码量 他选择放弃 他选择还是稳健的打 现在是五人桌 那这里微向他在UTG拿到97童话的牌 跟住了10万 我们可以来计算一下刚刚那手牌 底持是五个anti黑肉是投入了两个anti 然后玩家是all in 14个anti 你需要跟住12个anti总底持33个anti 需要的获得概率是36.36% 那么89s假设对抗的是对手前40%的范围 那么拥有39.26%的引率是完全足够的 所以说刚刚刚那手牌如果考虑到绝对的数学应该是一个边缘跟住 但如果你对抗的是对手前8%的范围 你拥有的是37.32%的赢率 也是足够的 所以说刚刚那手牌 如果考虑到绝对的数学应该是可以跟住的 虽然只是一个边缘跟住 但也要基于另一点考虑 可能是由于他现在反而是专闻玩家 现在属于tip leader的位置 那如果他一直养着这个短筹码的话 可能会在更多的时间里对其他的中筹码进行剥削 给予其他玩家一些ICM的压力 可以看到UTG直接放弃的一对九 打得非常的稳健 打到这个阶段 他们已经更依赖于位置的优势 而不太强求牌力上的大小 他们宁愿在有位置的情况下去玩一些结构牌 也不想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打一些弱成手 打一些弱成手 这里三个大筹码玩家 那我们看见Libbadev在这边 Hijack会选择用A8加住到45万积分牌 然后呢BONOMO跟位置上都有根 这是一手所有人都没有击中的牌面 并且所有人的牌力在这个OPEN底池都减得不够强 对 他们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是有点发怵 这边Libbadev他如果可以做一个CBED的话 应该可以顺利拿下底池 这个底池应该就是谁先动作 谁先收持了 两个前置位都选择过牌 三家都选择过牌 这张8发出来 让两位玩家都有了很大的关联 在击中8的情况下 他选择领先下注70万 是一手比较重的下注 一个半持的赔率这里能不能给到呢 他选择call 现在双方是55开 九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奥子 正好半副牌 正好半副牌 目前来看 应该是没有办法的 难受到没有办法 我想不要在这方Das他一定会对 选择 blessings 所以他选择继续下注 他这边不管下注多少对方都靠不动 一百万 他下注一百万就是想要去谋取对方可能存在的超队 的价值 看看这里有点像拿勾嗨会怎么处理 他现在在考虑对手的范围里面有没有实 如果这里是要激进的操作的话 是一个非常大的冒险的行为 沉稳了一天的他会不会利用形象 打得非常非常好 这里的all in是他独准了对手没有实 如果这里靠下来那我们今天一整天的chip leader就要在这手牌直接被打出局 但这里A8是很难 打得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勇敢 不管这手牌对手能不能做一个hero call 我觉得这条line真的是非常非常惊艳的line 充分利用了今天的形象 现在对手是在思考 对手在反复的思考 因为他的形象非常的好 今天他一天都只有一手AK被他自己的AA抓到 他要把从对手对手身上迎来的筹码在一副牌送回去吗 那A8在这边比他大的牌在这盒牌上多得多 因为呢我们要知道这短牌任何花是比葫芦大的 这里有时的话 有单张时的话很可能在前两条街有一激进动作 但是这里有一手 但这里有一手牌是逃避不了的 就是Pocket 10 有可能对手是天炸弹 这是一条非常符合天炸弹的line 对手这里的确这条line是存在 存在很多的带石的组合以及石石甚至 他已经他已经在问了 是不是一个石炸弹 因为这里一张石反而不太像 这手牌表现的牌力 好 非常好 非常成功的一个bluff 不给看 可以等直播 他的思路跟我一样 我觉得这里他演的不像是一张石 甚至像是四条石 在我这里我会倾向于相信对手是拿到了四条石 因为四条石的line是非常非常make sense 充分利用自己 紧的形象 打了一手非常惊艳的bluff 那这边Benefield k-train 枪口位打865千积分牌 all in 那他暂时也是我们决赛桌上筹码最短的一个玩家 这手牌打得非常惊艳 刚刚那手牌 其实那条line真的不像是三条石 不像是击中了石 像是四条石 但是他花的可能性不在里面吗 有 但是更像是四条石 但是四条石很困难吧 我觉得就是 我第一反应 我觉得这个 这条line像是四条石 大多数的单石的组合 以他这个形象会在flop和turn 做一些标准的下注和标准的直径动作 好 这里 K-Go是接了K-Train的短码 这是一手 虽然目前好像明面上领先 但是奥茨茫茫多的牌 任何过河的牌都会成为奥茨 依然拥有32%的赢面 任何K圈10 都是它的奥茨茫 gamet 6 comes a 7 喔 到位 又成功的 double 这张桌子今天稳健了一天 刚刚我们终于等到了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牌 然后他把自己的形象也建立得非常好 对 就是利用自己建立了一天的形象 我觉得他这手牌非常非常的 打得非常好 是结合了自己的排力 对手的line 以及自己前期动作和前期形象 各方面结合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惊天bluff 那我们看见这位马来西亚 Way Shawn 还继续是我们决赛桌的chip leader 是829万5千4百 虽然一手AK输给了AA 但马上又从同样的玩家身上 强行的剥夺回来了 而且是剥削掉了对手的非常强的成牌 那是一个翻前就加注过的底池 好 这里UTG拿到了狗石杂色 即使输掉了刚刚一手牌 但他依然拥有500万的筹码 还是非常的健康 拥有一百个前注 我们的约会上重新回到了chip leader的位置 拿到了勾圈杂色 继续选择小球派的打法 继续跟住 那么在这里 Benefit拿到了K8这手牌 应该是做一个check 果然来到三加底池 那这个flop我们看见是AK9 三张方片 庄位目前排力领先 同时也有位置优势 但是在这个flop上 大家都应该不敢动吧 三加过牌 奥拿到了一张圈 那么在三加都没有方片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我们的前置位玩家 Lebedev已经是拿到了纳特顺 那这里Lebedev下注25万 没有得到任何的支付 可以看到我们的决赛桌 各个玩家打得都非常的稳健 但是一旦 一旦是想要操作 就真的是惊心动魄 拿出舍我骑谁的架势 豁出一条命去 这样才是 真正的bluff 扑克就是一个考验心理 考验经验 考验 你的各方面think level的一个游戏 那就是 最让人惊心动魄的时候 对 职业牌手们 他们就是 要打好每一手牌 而不会去考虑 就是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会发出来的牌是什么样子 但是 这里Orlean的短筹码 应该会被A圈接掉吧 但是 如果 这里Orlean的短筹码 A little over 1.6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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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个前注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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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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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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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40%的范围是54.55的赢率是够的 我一想他做了 而VS对手前8%的范围是只有39.87% 是不够的 扣的决定 对 这里他可能是面对对手 他估算的是对手的范围 看看 哦 还可以 还可以的flop 依然需要一张A或者一张圈 探上的张K给了他4张10的奥子 但是替换了他原本圈和A的奥子 这是一个相对边缘的跟注 顶住 那他朋友们都帮他叫个10 没有发出来 合牌这边 可以看到我们的Benefit 已经从短马Double了两次 他现在变得筹码挺健康了 他现在变得筹码挺健康了 那暂时应该是有牌前塞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然后呢 这是15分钟的休息 大家不要走开 然后呢我们这段休息时间 会给大家播放一些精彩排局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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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否会考虑偷吃 他根本不知道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手手里的牌是大到让他难以想象 那Ben Lam他在这边 他拿起了筹码 希望就是 Chung Tung Sean 是有一个什么K10 K10这种 Ghost的这种牌 他可以 在62万的底池里面下注30万 半持不到 对他希望就是对手 有一个10可以 但是呢他不知道的是 Chung Tung Sean在这边 他是红花顺 然后选择打 All-in Dedafo 红花顺 是多少 那这样会 让他比较做决定 正确的决定 那这边他说 他要做个minimum race 那就意思就是说 最小的加注 加注到12万 几分牌 我们看见Ben Lam在这边 是 庄位 他选择12万 Core 这里AA一定是会 做一个 隔离 那这位也是我们现在决赛座的Chip Leader 暂时有690万的筹码 如果我在这里的话 我是会直接做出 我直接会做出一个All-in的选项 去抓对手一些 追手一些 缝不掉的强牌 全部都是秒气 哦 他call了 那这边 抓到了Lam 他应该是 使用了90 桌上筹码最少的一个玩家 对对对 那他也知道 中间有很多死的 几分牌 就是 死前 对因为这个赔率 对他来说太好了 对对他来说非常好 82万的All-in 底持目前来到了189万 那这里我们看见Ben Lam 他有任何勾可以沉顺 Tun上应该会有加强 确实在Tun上有加强 那他现在又多了几个out 他现在勾不是他的out 但是确实有10跟9 不幸没有击中 然后我们看见 现在Ben Lam 他是 比赛拿到第七名奖金的玩家 也是73万 不想给后面的玩家任何操作的空间 这里与其说是一个Squiz All-in 不如说是一个Isolated 他是想把前卫的格力出来 看看有没有排力支撑他 接住他的All-in 这是一首 在长排里面也是非常经典 也是非常常见的55开 口袋对圈 遇到了SK 这个flop 没有给AK带来太多的改变 现在只有六张out 可以救他 哦 并没有出来 川英令被淘汰出局 第六名 这应该是LevDev的DunkBet 因为在翻前是没有做OpenRace动作的 是四加Limp底持 四六二十四加一个Fordial的抵住三万 那么一共是27万的底持 加上两个15万 现在底持来到57万 接近20个前注的底持 这首排A9是拿到了两队 而K7目前为止还是一个纯买花 以及带一个卡巴 这里面对一个all in 它是很难call了 基本是一个棋牌 高手是不会给对手任何合适的赔率去缴你的out 是一张6 九沟 红桃买花 选择继续跟住 那圈器杂花在这里是完全没有概念 是一个轻易的放弃 River的10并没有改变任何排行 Benefit知道自己的go high目前是赢不了这个底持 他会选择放弃呢 还是选择激进的下注 在前置位过排的情况下是一个封顶的排力区间 如果他这里选择激进的操作的话 可能会选择打满池 我相信K圈这里应该是不会跟住超过60万的 哦 这个好像有点小 17万5000 17万5000的下注 想偷这个池可能是有一点小 他应该是想不会打走顶对 但是别的范围的排有可能会起 但是在这里前位过排是有一个封顶的排力之间 那我这里很有可能是 既然要投机我会选择 打中一点 对 打到位 我会选择超时 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马量 对 这边我会想希望看见 有可以买花的面或者买顺 然后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今天的天选之子 三张黑桃非常可惜 那我们看见围巷手上并没有任何黑桃 那Levedev手上倒有张Ace的黑桃 这样的话只剩两张K的奥子 那转牌没有对任何有任何帮助 目前来看应该是很难反超了 我们的Chief Leader今天耕耘了一整天 但是一手cooler葬送了一半 盒牌 Levedev拿下同胞 葬送了一小半的手码 赢下一个非常大的底次 也筹码翻倍 把他今天的积攒全部拱手送给了对手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 可以看到这手牌在翻前面对一个前置位的开持 是不可能放弃的 这也是我们说的晕家牌 躲不过的 很多时候运气就是这样子 但这就是扑克的魅力所在 非常聪明地弃掉了A钩 但是庄位的Benefit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拿到了A圈同色是不会弃给他吧 这两家手牌都一样 但是Benefit在这边有买花的机会 对手有买花 买两门花 这可能性就小一点 但是对 可以买两种不同的花 好 三张黑色 那基本上是 chop 没有任何悬念 都是 有点开放 我们知道 有点开放 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我们现在直播现场 那这是我们激州岛 传奇扑克25万港币买路的比赛 我们现在决赛桌 还剩五位玩家 那现在积分排名是 Way Sean是有636万积分排 Sergei Lebedev 527万 David Benafield 386万 Justin Bonomo 323万 然后呢 Chon Toncho是76万 那我们看接着奖池分配 现在第一名是拿460万港币 然后呢 第五名出局是125万港币 那是一大一 你知不知道 那这里我们看见 Way Sean在枪口位 A圈跟住了12万 那这边Chon Toncio 他打了个all in 76万5000积分排 1 werk 这边是1强 1强 2强 3强 5强 6强 7165 6强 7165 4强 7165强 8 treating 7162强 7165强 那Bottomo他在這邊 莊家為拿到一對石 那他在考慮這裡重重秀的O-In 那這邊Bottomo他選擇再次O-In加注 三百二十三萬五千 那這樣Way Sean他把A圈的牌給起了 不然這邊Way Sean本來是應該會扣著短碼O-In的 那這裡發出來發牌是KK8 這是一對石還是KK8 那我們看見這Chung Tonsho他要的O-In是A跟9 那盒牌沒有發出任何他的O-In 我們這裡看見Chung Tonsho是被第五名淘汰出局 獎金是125萬港幣 那這個25萬買入短牌的決賽桌還剩四位玩家 我們看見這上面有Justin Bonomo 有Way Sean馬來西亞的也是我們最後一個華人玩家 然後呢還有David Benefield 然後這最後一位是Sergei Libidev 然後這最後一位是Sergei Libidev 然後這最後一位是Sergei Libidev 那這邊槍口位 Benefield他選擇跟住12萬 現在到Justin Bonomo他拿到一副不錯的手牌是K-Train 在Cut-Off位跟住了12萬 那現在我們到我們現在戰時的Chip Leader是Way Sean 那他K-Go在裝位選擇過牌 那我們現在是三位玩家進入看翻牌 那這邊是AK-8 那我們在這裡看見Bonomo他的牌力現在是最強 他是有中隊 然後呢沒有一個玩家手上是有A的 所以在這邊Benefield他決定零打 那他也有買卡順的機會 任何一個圈他有Out 那這邊Bonomo就選擇 我們來做個評供 我們來做個評供 那這邊轉牌Benefield他沒有選擇繼續下注 他有過牌 然後這邊Bonomo也選擇過牌 那這合牌出來一個8 那這個情況下兩位玩家一般都是會過牌的 那Benefield他有幾次讓我們就是翻牌後他有一些動作 也是會投機的一位玩家 那他現在在這邊考慮 那他現在在這邊考慮 是不是要他的MistDraw下個注 那這邊我們看他要下多少才能讓Bonomo Fold掉呢 他選擇下60萬 那這邊60萬也就是差不多是滿炮的下注 也是一個很重的下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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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Justin Bonomo 他没有直接把他的中队弃了 他在考虑就是Benifield 他是不是用他的miss draw在这边下注 因为他这个注非常大 那这边Bonomo做了一个nice call 读对了对手的牌 顺利地拿下了底子 所以Tong,5个位置 你感觉到今天比较好吗 你会回到后面的感觉和感觉吗 是的,我感觉到我感觉到这边的感觉 那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到这边的游戏 你订阅一下哪个游戏你订阅上玩的游戏 每个游戏都会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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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认为我会玩6个游戏 或者这些游戏都会玩 那是所有的游戏 你可能会玩的吧 可能我也会玩 对面的人是有的人你会玩每一个游戏都会玩每个游戏都会玩每个游戏都会玩 每个游戏都会玩每个游戏都会玩每个游戏都会玩 他们都是困难的 对面的人你会玩什么 誰貫一項選手? 希望支持女友會。 最後妳要有甚麼方式嗎? 先休息前? 那我先去嘛,我先去吃飯那一塊。 ive to the same. 謝謝我們。 謝謝。 這時我們結束在第五名的玩家也來自馬來西亞。 那他希望看见他的朋友 也就是我们决赛桌 剩下的一位华人 Wai Xiang拿下冠军 那他说他有可能会买入 50万港币的短牌比赛 现在是第一轮的进行 这边呢 Wai Xiang他暂时是我们 决赛桌的chip leader 我们看见 三位玩家进入这个底次 然后他们都是平跟进来的 那这边我们看见是A18的面 这边Lebedev他现在暂时是拿到顶对 然后呢Benefield他中了底对